在Analyze裡面啊 它有一個就是這個字幕的效果 那這個字幕呢 跟標題不一樣喔 跟標題是不同的 字幕它很單純 真的就只有出現在下面而已 所以當我按了一下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按這幾個 有沒有發現 都是變成一個圖層 對不對 字幕也是一個圖層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字幕真的很單純 出現在固定位置 所以如果你的 比如說你給小朋友看的 那它需要什麼 就是一些那個 我們講的 點進來 這裡 你就把 你的內容是就放進來 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 就套進去就好 那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順便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因為這樣連語音都順便加進來 我們剛剛不是自己加的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字幕 進來的時候呢 順便幫我產生語音 這樣就一起同步啦 這樣就不用額外做 剛剛那種比較適合 比如說標題 或是什麼 獨立的 所以您看像這樣 我再把它貼進來 好 找到這裡 找到我們家 曾經用過的 好這裡 還原一下 從這邊字幕按一個加 放進來 語音同步 配置你可以自己調整 這個應該大家知道 所以按一下 進行語音配置 好吧 還是要我們選一下 普通話 保存 保存 有沒有這樣子 有字幕 有語音 然後呢 就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連對都不用對 好 所以 如果說您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用這樣 那我們就 然後就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 這樣OK 好 那順便提一個地方 您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這裡 就是 請問 一個時代 一個投影片 是十秒鐘 請問如果你覺得 十秒鐘不夠 不可以調整 太長或太短 有時候搞不好 你沒有到十秒 那怎麼調整 請看一下 右手邊 有看到了嗎 就是在這裡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從這個地方 調整一下 要變長一點 還是變短一點 但是把握一個原則 同一個場景變長就好 你不同場景就換不同的投影片 好 這樣以後 各位再做切換 就比較方便 像以前我們在學Flash 也是這樣子 不同場景 我是不是用另外的 它就有一個場景的功能嗎 好 一樣的道理 所以就可以像這樣去使用